美国宣布下调201关税税率利好有多大 核心价格发飙 新能源再次爆发 利好来了 该豁免权最初于2019年6月获得批准 但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10月 撤销了对双面组件的排除 分析人士认为 这意味着双面太阳能组件可以出口到美国 且不再征收额外的关税 在此消息发布之后 光伏板块5后大幅拉升 叠加着上5里和风电的表现 新能源板块可谓是全线大爆发 从往年来看 每到年底市场都会出现两个极端 一是博弈垃圾股 二是博弈基金重仓股 这两项行动都将导致退还 根据公告征收的关税 该调查可能导致对来自这些马来西亚 越南和泰国等国的供应品征收关税 这些国家在今年上半年 进口到美国的光伏产品中 占比80%以上 美国清洁能源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说 启动这项调查将对我们国家的能源目标 和太阳能行业23万美国雇员人 造成长期的破坏性后果 截至收盘 光伏ETF大涨2.5% 这意味着光伏太阳能产业链的产能 跟不上需求的节奏 美国豁免关税 也可能会加重产业链的负担 国泰金安有色团队认为 从本周到11月下旬 伴随着交易的频繁 将会看到新能车的核心 礼价相较于之前有陆续明显上涨 礼价将迎来第三次上涨 有机构表示 从整个市场来看 近期宏观经济数据显示 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 通胀继续不上行 但市场对智障担忧下降 行情表现出衰退特征 从信用端看 涉融增速驻底 碳减排工具推出 地产政策纠偏 稳经济预期下 涉融增速有望逐步回升 宽信用落地有助于市场起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